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这个判定书它的重点是放在了事实的真伪上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华茂基金方的律师团在这个74页的开庭陈述的时候 也主要是把这个焦点放在了06年这个所谓遗嘱的真伪上 那关于这个06年遗嘱您认为它的最大漏洞在哪里呢 这个我来我来简单的跟观众们说一下 那基本上有那么几点是法官特别提到的 首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06年的遗嘱 那么按照陈振聪递交给法官的呢是一个是06年的遗嘱 还有一份文件呢是一个叫未被签署的文件 他说是放在这个06年遗嘱的下面 当时这个龚如新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他的 那么我们知道香港的遗嘱呢通常需要两位见证人来见证这个龚如新女士的这个签署 那么这两位见证人都表示说按照这个法官的发现 这两位见证人当时都认为自己签的是一页纸的文件 从来没见过有一个两页纸的文件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两位证人都说 他们在那个2006年看着龚如新女士签的那一纸文件呢 好像都不是说要把自己的全副遗产全部都送给陈振聪 而是说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那么其中一位证人说他不记得说是什么了 另外一位王姓的见证人很清楚说那个龚如新只是想捐想那个赠送1000万港币给这个深圳聪 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全副身家的这么一个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又是这个两两两个的出处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辨别那个笔记的真伪了 那么当中因为要有龚如新女士的这个字迹 然后还要有两位见证人的签名 那么法官呢是认为说龚如新女士的这个签名是高度尾茂的 然后当中的一位王姓的见证人的这个笔记又是高度尾茂的 另外一位呢他认为是律师那个是吧 对王姓的律师 另外一位吴先生的这个笔记呢 他认为说是笔记鉴定专家认为说不可能判定说他是真的 最早啊就是法庭以外的新闻就是有人去问这个两个证人 就是一个王姓律师一个吴先生 这两个一个吴先生因为是他们那个公司的老职员 是的 那么去问他你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你们两个签过这份东西 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说那天龚如新叫他们上去签一份东西 签一份东西呢只是涉及的金额只是一千万 是的 然后他们回头就说这老板怎么回事啊 就说怎么一千万的东西他随便签签就行了 还要两个证人那么那么珍重的去做这件事 所以呢他们就是那个记忆就特别清楚 知道自己签的那个东西呢不过是一千万的 但现在他们的笔记呢就出现在这一份06年的遗嘱上面 那把全部身家捐出去的遗嘱上面 对 所以就令他们很惊叉 对 而且听说那个另外一个见证人二就是那个吴先生 他是保管了这个公如新的2002年遗嘱的这么一个人 那然后如果这个法官也提到 如果公如新那个时候要把自己的全副身家的这么一个遗嘱 去改掉 他怎么从来没有跟吴先生说就是说那我之前叫你保管的遗嘱是不是作废了 或者就提都没有提过 因为那是一个华贸公司的老橙子 那是那个公如新很信任的一个人 那包括法这个法官也提到说像公如新在那个逝世前的几个月就和他的这个公公争过遗产 搞了这么一个一时轰动的案子 经过这样的法律程序 他应该非常清楚不明不白的留下一份这样的遗产 会对自己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以他的这个公女士的这个智慧来讲 包括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说这份遗嘱写的简单的出奇 虽然我不是就是专注在这个遗嘱法的这个方面的律师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 比如说这个像公公女士这样的 比如说一个小老百姓的遗嘱都会写得非常的正式 按照这个香港的遗嘱条例来写 公如新的这个智慧来讲呢 他不应该把不会把自己的这个遗嘱就是写成这么简单的一个形式 就哪怕香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首先写遗嘱也得找一个律师来帮忙 因为他吃过亏嘛之前 对对而且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一桩遗产案之后 居然好像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这个防止的行动 就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为反常理 律师团他们也质疑说这会不会是一份风水遗嘱 什么叫这风水遗嘱呢 李先生 风水遗嘱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去信一个风水师的话 他们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我给你搞一份叫风水遗嘱 然后你把这个遗嘱上面的那个你把就是做了在就等于是什么是骗鬼神的遗嘱你把你的财产移到我这来你的那个不好的运气坏运气什么都转到我这来了那你就没事了你身体就会好起来了让这份遗嘱呢就是假的等到那个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骗过鬼神了然后就把这个其实就不成立了没这事了我就拿我的人工你就拿回你的那个遗产那么这份遗嘱呢 其实在法律上是不承认的从陈正从他一系列的举动来看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首先他掩饰自己是一个风水师的身份然后多年来希望能够以商人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现在来看似乎这样一个举动并不是特别的成功两位怎么看呢 因为他开始他是以一个风水师的身份出现 然后他发觉再用这个风水师的身份下去这个官司对他不利 因为他的那份遗嘱就变风水遗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是伪造的这件事情 那他就强调说自己其实不怎么懂风水那人家他不是众生机吗到处去挖洞吗 他给那个就是小田田听到他话在小田田的那个所有的那华茂的集团的下边那些大厦里边都去挖个洞 这儿挖个洞买点东西那儿挖个洞买点东西那么当时呢就说是风水就华茂一定证明这是一个风水站 但是陈正冲就说这不是风水站因为我们两个人喜欢挖洞 我们我们就是爱玩就是爱玩挖洞 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你就就你就就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什么什么地步了 公家的人完全可以认为说这个哪怕我这个我的姐姐当时是签了这个遗嘱 但他的确是处于一种神志可能不是很清醒包括是自己的意识啊在一个病重的时期已经受到了风水式的左右 在这样的情况下签下遗嘱了那么对陈正冲也是不利的因为这样的遗嘱在法律上就很可能是无效的 所以刚才说到陈正冲不是不是一个聪明人是其实这件案子的男女主角两个人都不是聪明都很笨 如果聪明的话不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的那其实你如果说的话就是怎么会令两人糊涂呢 其实你一个贪字就令人家都糊涂了一个人是贪自己的生命想再长命一点长命一点 一个人是贪钱想再多一点钱多一点钱拿了20亿还不够 那么结果都就奔到一块去了 抛开这个裁判的结果来说您觉得这个陈正冲在公众性的晚年是不是真正的给他带来一些快乐呢 这个我本人来讲我倒不觉得就是像那个香港市民好像觉得要拍手称快 就如果他们之间有一点这样的感情吧这个也不能带多太太带入太多的价值评判 因为他那时候也是风竹残年这个重病在身然后也守寡很多年了 然后一直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可能处于一个谁都不能相信的这么一个状况吧 可能这样的人在这样一种特别的境遇里面有一段这样一种非常 我觉得有一些奇形的这样的一个一样的感情可能也不能责怪他吧 对各花入各眼嘛这个叫对不对 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看他不顺眼 这个事情他看的就太难讲了 对对对而且因为整个审判过程里边有很多就是我们觉得很肉麻甚至恶心的那些他们互相之间的称呼 在堂上报出来在法庭上报出来 那么这个其实是陈正冲自己给自己踩了一脚 是的因为引人反感 就是香港富豪这个这个在家庭关系上的一些一些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安排也其实见怪不怪了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娱乐娱乐头条这看多了 但我不觉得就是这个龚如新和陈正冲之间的事情就有什么特别的 对对未必是富豪可能一个货车司机他经常跑中港两地货车司机也有很多这种这种事情 对对对 好的谢谢两位 谢谢